今天這一集我知道我們台灣同胞會很喜歡看 因為大家雖然說英文不是很好 可是卻非常介意美國英文跟英國英文的不同 然後學了半天這個的不同 你的英文還是不是很好 我這一缸可能打中很多人 可是我希望你好好地學英文 不要只是介意一些用詞上的不同而已 因為這些都是旁之莫及的東西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英文一起讀 所以總共有18個美國字英國字然後不同 那這網站叫BuzzFeed 其實就是專門生出一些廢文的網站 但是就能學英文啦 那這18個字來我們就往下看吧 第一個都是一些名詞啦 所以這玩意兒手電筒在美國叫做Flashlight 在英國叫做Torch Torch其實就是火把的意思喔 OK火把 所以像我們講說美國南方 到現在還是有很多白人至上的那種種族主義歧視的人 那他們都會拿著那個火把 然後就進行他們一些基督教的禮儀這樣子 然後披著白色的毛的那個就衣服 然後只挖出兩個眼睛洞 然後帽子還尖尖的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3K黨員啦 the Q-Clux claim 好anyway這邊在講的就是Torch 所以他們會提個火把 那個火把而且叫做Tiki Torch 所以拿著火把的白人Tiki Torch White 這是Dave Chappelle常常在講笑話的時候講到的這種 會種族歧視的這種南方的美國白人這樣子 Tiki Torch White OK所以Tiki Torch 前面還加一個Tiki OK Tiki Torch 好Torch是火把 那Flashlight是 什麼Write啊 Flashlight 我們講這個叫做手電筒 然後呢我還記得以前 在一些英文討論版上認識的一個國大 他就問我說那你知不知道飛機杯怎麼講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飛機杯的話 那就是一個容器 然後讓男生來去安慰自己用的 那那個東西呢 他叫他Flashlight 我覺得就很可愛 因為他的造型像個手電筒一樣 但他當然不會發光啦 所以他們就把Flashlight變成了Flashlight 那什麼是Flash 肉體 OK 所以這個是讓你的肉體來用的 所以就取一個諧音就是 好這第一個Flashlight Flashlight手電筒Torch 英國的發音的用詞 或者美國的用詞 那我比較prefer哪一個 我當然prefer美國的版本 這樣子 好所以總共有53% 比較多 來下一個 這個是 你當然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個叫做 曬太陽的時候用的 防曬油 對不對 中文真的轉不出來 因為我看著英文之後 所以我就想不起中文字 那美國叫他Sunblock 那英國叫他Suncream 那你知道Cream沒問題 Cream有乳霜之類的意思 block是擋住陽光 所以Sunblock也很正確 但我記得我小時候學 他叫做Suntane Lotion 所以還有Lotion 這個字也可以丟進來 You know Throw in a mix 所以Suntane Tan就是曬黑的意思 所以這個字 你也應該要知道 所以這個是助曬的 可能你甚至可以這樣子理解 Suntane Lotion 所以我兩個都不是很覺得 那你說我一定要習慣哪一個的話 我或許還是會選擇美國版本吧 Sunblock OK 果然還是比較多 其實這不公平 因為BuzzFeed 應該比較多的是美國的觀眾 好不管 來下一個 這種就糖的一顆一顆的撒在蛋糕上之類的 那美國叫它Sprinkles 那英國的這個字 我還真的也是第一次看到 它叫它Hundreds and thousands 好像也蠻合理的 對Hundreds and thousands 就是數百數千這樣 那因為這些小顆粒當然是非常多顆嘛 那Sprinkles這個字也有撒的意思 像撒水器 像外國的草皮上可能會有撒水器 對不對 那那個就叫做Sprinkler Water Sprinkling System 這些的Sprinkle 那我選哪一個 很難選 我大概還是美國版吧 OK 哇72% 所以OK 沒什麼人叫到Hundreds and thousands Cool 下一個 這兩個 一個叫Sidewalk 一個叫Pavement 那總之就是旁邊的那種人性道 所以叫它Sidewalk 那同學注意黃色這個部分 而且有另外一個字叫做Curb C-U-R-B Curb 我個人認為這是防淹水用的 OK 所以這真正的馬路 汽車在用的跟人用的 他又不想要水淹上來 所以這裡有一個字叫Curb 預防這樣子 好那我會選哪一個 Sidewalk還是Pavement 老實說還真都聽過 因為在加拿大我也聽過人家用Pavement這個字 可是我也有聽過人家用Sidewalk 這個字 所以加拿大這個地方 或許就是美國跟英國的綜合體吧 那我大概還是會選Sidewalk 這是我習慣的 好一樣也是比較多 再來橡皮擦 我手熟悉的只有Eraser 沒有Rubber 但是它的確是橡膠做的 所以它叫Rubber好像也不是錯 所以英國叫Rubber 美國叫Eraser 那我當然習慣Eraser 我甚至聽過Rubber這個字 可以用來稱呼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保險套 好那所以我們來選Eraser OK66% 酷 OK 下一個 就藥房 那藥房哪一個呢 我個人覺得Pharmacy其實也是我熟悉的 當然Drugstore很OK 那可是在英國甚至可以叫他Chemist 化學家蠻酷的 那我會習慣哪一個 我選Pharmacy好了 OK這一個特別選Pharmacy 看有沒有比較多 UK 這個UK比較多 74%多很多 所以或許我程度上還算是主流的人吧 不一定 接下來電梯 電梯叫Elevator 美國版 英國版叫做Lift Lift還可以有另外一些地方 另外一些就是領域的用法 我給你搭個便車也叫做Lift I can give you a lift 或是我給你一個電梯 我給你一個便車 讓你搭一下 Give you a lift 還可以用Ride Give you a ride 這樣子 好所以Elevator跟Lift我選哪一個 我選Elevator 因為在加拿大用的也是Lift 是比較少聽到的 好 結果這個是64%比較多 所以Lift比較主流一點點 好 那也多講一下 Elevator電梯 還有一個是那個手扶梯對不對 Escalator OK Elevator Escalator 好下一個 這個呢 是 其實這個叫洗臉毛巾 面巾 或者插手的也可以 那在美國叫它Washcloth 英國呢 叫它Flanel 這個Flanel呢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衣著上的這個字會使用 那它叫做法蘭絨 OK Flanel 所以你穿了一個法蘭絨的衣服 Flanel shirt OK的 OK 那Washcloth Flanel 那個比較好 那大家習慣可能是Washcloth 至少我認為 Washcloth 所以面巾 所以跟Towel又不太一樣 Towel的話 是那種浴巾之類的 所以Washcloth 就比較小票 小快一點 再來這個叫做 這就是怕你的褲子掉下來 我們稱這個叫什麼東西 吊帶嗎 好像是吊帶褲吊帶 那不知道為什麼找了個男生 來當作這個照片的model 但總之這個英國叫做Suspender 因為它能夠讓你的 弦掉在你的肩膀上 所以Suspend就是這個動詞 弦掉住 英國叫做Braces 如果你在美國講Braces這個字的話 一般會被認為是在講牙套 I'm wearing braces 所以在帶著牙套 牙齒矯正的牙套 還有Brace這個字 還有另外一個在空服上用的意思 就例如說 在飛機上他們可能會說 要是發生緊急降落 還有什麼之類的話 You need to brace yourself 所以這個brace是有互助的意思 互助 他會說像互玩 互玩我們就叫做bracer 這樣子 OK 所以互助 所以brace 或者當作一個東西把它支撐住架住 這樣子就brace Brace yourself in the event of a crash landing brace 好 Suspender suspend是懸吊住的意思 我習慣的是suspender這個字 來我們看他是哪一個 which do you prefer 好 Suspender比較多 66%對30% 再下一個 這個我剛才我先看了一下下 那我還真的沒看過右邊音式的用法 我只知道white out 所以什麼是white out 就是立刻白 那我們現在好像都要立刻帶 因為他現在是帶狀的 像是一個反正就是滾輪的 你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用這種圖的好像已經看不太到了 但我那個年代 我是國中還在台灣讀的 那那個時候我們用的就是這種white out 而且就會有很嚴重的油漆味 所以其實我相信對身體是不太好的 但當年大家就覺得 反正很喜歡用這個東西 而且其實不便宜耶 我記得立刻白 說white out 那他英國用的法叫做tip x 其實我真沒看過 所以我當然習慣的是white out 好這邊也是60%比較多 再來 垃圾桶 從小學到大都叫做trap trash can 但是英國叫做bin ok 所以這邊一個桶子箱子 就可以叫做bin B-I-N 這麼簡單 那我習慣拿一個 trash can ok 喔 結果bin比較多 所以這邊是 嗯很酷 所以或許 我的剛剛就有誤解 我可能以我可能先入為主的 認為bus feet都是美國人在上的 但似乎英國人也不少這樣子 來下一個 排隊 那排隊美國就叫line line up 那英國叫他cue 我還聽過有人把它唸成cuey 可是好像cue就對了 ok cue 所以哪一個呢 我習慣的還是line ok join the line ok一起排個隊吧 欸結果比較少 UK版本 71% cue比較多這樣子 下一個 這種背心 那英國就叫他vest 美國叫他undershirt 我們稱這個為阿公內衣 對不對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字 這也是我非常熟悉的 那或許這個字到現在已經有點 不太政治正確了 wife beater 我真的搞不懂 我或許應該查一下他的典故是什麼 為什麼叫他wife beater 所以這個衣服叫他 他叫做咒老婆的人 所以難道打老婆的人 都會穿這樣子的衣服嗎 我也不知道 所以叫他undershirt vest wife beater 咒老婆的人 很奇怪喔 那很有趣 然後選哪一個 我大概這個喔 我大概還是叫他undershirt吧 他如果有wife beater 我會選擇他 或者叫他tank tank top 但tank top其實有時候是女生在用的 來下一個 這個是車廂 後車廂 那我最習慣的就的確是trunk 所以出國之後 馬上就接觸到汽車 因為16歲就可以開車 就有駕照 每一個車子的步驟 部位構造 大概都稍微知道一下下 所以前面的車蓋 就是引擎蓋 叫做hood 打開它 pop the hood pop the t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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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英國叫它boot 那boot 你知道另外一個意思就是靴子 這樣子 那我當然習慣的是trunk 51% 49% 其實差不多耶 嗯 然後呢 再來 小朋友用的尿布 diaper 非常習慣 非常習慣 非常熟悉 那英國叫它nappy 還真的不熟 nap這個字本身是睡午覺 那總之英國叫它nappy 那我們叫它diaper 結果呢 英國還比較多 酷 就nappy比較多啊 我的意思是 來下一個 廁所 那美國叫它restroom 當然沒問題 甚至有時候就叫bathroom OK 英國叫toilet 真的嗎 我還蠻懷疑的耶 嗯 我記得應該叫theloo L-O-O 所以另外一個字 這裡沒寫出來 那我就稍微寫一下theloo OK 是不是因為waterloo 然後就有個loo 我也不知道 但總之美國叫restroom 所以我熟悉的是美國的版本 OK 40%而已 這英國比較多耶 OK 啦 再來 下面這個奶嘴 奶嘴叫 美國叫pecifier 因為它能讓小朋友靜下來 所以它能夠pecify這個baby 所以pecify其實就有用它靜下來的意思 下面就有寫嘛 it pacifies the child yes 那英國叫了它dummy dummy OK dummy有別的一些意思 像例如說那種假人偶之類叫dummy 好 那無所謂 那我選的是pecifier 59% sure 好 所以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這18個很快就走完了 那或許沒學到什麼單字 但是這種英國跟美國的比較 好像我們台灣同胞很愛看 那希望你看的是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那反正今天這一集 也就這樣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